台中是一名男子因为超速车牌被吊扣六个月 为了贪图一时方便 心生歹念 到过去曾保养的修车厂偷牌照上路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将人逮捕 而夸张的是 男子落网时还辨称车牌是借的 但被害人指证利利 警方还是依法将他送办 警方锁定失窃车牌 发现男子开车返回台中 立即上前围捕 出位 出位啊 出位啊 进家 出位啊 男子被压制在地还不断挣扎 企图挣脱 变称车牌是借来的 警方调查55年次的廖姓男子因为超速车牌遭掉扣六个月 日前他想开车到高雄去找朋友拿酒回台中贩卖 为了便利开车尽心生歹念 因为过去曾到被害人开设的修配厂保养过车子 知道所有车祸代修的车辆停放位置 于是趁机前往偷车牌 悬挂在自己车上 解放巡线后前后包抄作案车在地形区当场逮捕驾驶 被害人发现车牌失窃立即向警方报案 远警调阅了监视机画面 发现作案后车辆就开往高雄 当天又开回台中巡线待人 男子一向天开自以为天衣无缝 不过还是被警方逮捕 征讯后依汽车车牌切到案件 移送台中递检署征办 继续明镜台中报导